烏克蘭民眾齊聚街頭 有的手持國旗 有的把國旗披在身上 嘴上唱的正是烏克蘭國歌 奮力朝俄羅斯軍隊喊出口號 不管多聲嘶力竭 像是要喊到讓已經逃難的家人都聽到 烏克蘭城市美利托波爾 這裡的人道座員通道被中斷 但仍在等待的大家還得繼續通行 又出現肉身擋車的畫面 語氣裡氣到不能再氣 烏克蘭大戰還在持續 不少民眾還是死守紮圓 在俄軍戰車前 有人開直播拿大聲攻 帶領民眾示威 現場還出現小孩子 示威人潮不只在一個地方出現 只是大家有家有住處可以躲就算了 還有一些像是無可蝸牛的遊民 而更多的還有有家歸不得的人 就是因為不清楚何時戰爭才能平息 烏克蘭男子被徵招入伍投入戰爭 字字句句勇敢而堅定 即使被迫與家人說再見 但為了國家 為了家園 烏克蘭民眾在所不惜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